车子烧成一团火球在高速公路窜出猛烈火光 浓烟直窜天气 周到驾驶全都不敢靠近 警销人员立刻布水线抢救 发生在这个月14号凌晨4点多 国一北上竹北路段 大货车自撞货栏之后翻覆起火 这个月20号国三北上彰化路段 同样也有火烧车案件 是一辆装着运动器材的货车 驾驶开掉一半发觉怪怪的停套路间 结果一检查轮胎起火 车内货物温度飙高 东西一时间也拿不出来 整辆车被火吞噬 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 在这个月初也有装载 煤灰的连接车爆胎 驾驶才滑行到曹化县 整辆车陷入火海 国道警察分析火烧车的原因 除了电瓶过热 马达过障 零件老旧漏油也跟天气有关联 上述案例全发生在这个月 夏天到了气温飙升 走在外面真的是大爆热 而各种警方了解 时日夏天在高速公路的火烧车案件 是有增加的 平均每年国道的火烧车案件 大约是125件 但到了去年竟然出现了140件 其中夏天的案件 要比冬天还要多 高空局表示 虽然天气是影响因素之一 但是最主要的 还是以基建异常 爆胎以及驾驶操作不到 为火烧车的主要原因 暑假快要到了 出门远行旅游开车之前 车主们务必做好保养和检查 留意小细节 避免发生意外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